- 大家好我是Rootom就好 - 我是各位子君 今天又是我們的新發售情報公開的時間 那我也不賣關子了 馬上來看Vista特別組合 登登 Vista特別組合將在8月26日正式發售 那馬上來帶各位了解這一次Vista特別組合的內容物吧 Vista特別組合包含了以下商品 V和Vista的特點卡包一包 擴充包迷途深淵八包 Vista標記一個 相信大家最好奇的一定是V和Vista的特點卡包吧 我們可以從包裝上面看到 V和Vista特點卡包將會從三種組合中隨機收入一種 也就是卡包內將會包含一組寶可夢V以及寶可夢Vista 至於是哪三種呢 那我們就先叔叔開始介紹吧 我看他已經迫不及待了啦 唉你實在太懂我了 馬上來介紹第一張 駱駝姆V和駱駝姆Vista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駱駝姆V吧 HP190點的雷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豆屬性 測退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第一招放逐駭入一個無色能量 選擇一個對手的場上寶可夢身上附加的特殊能量 放置於放逐區 第二招機電流二雷一無造成160點傷害 選擇一個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 將其丟棄 欸我覺得第一招還蠻強的耶 如果對手先手的情況下填了一個雙重渦輪能量 那我後光的情況下就可以使用駱駝姆V的放逐駭入 把它丟到放逐區耶 而且這樣他還撿不回來呢 那你是很厲害的叔叔 而且這張跟收錄在酷松泡明圖深淵裡面的那張駱駝姆V 也不太一樣耶 感覺各有各的優點 那是當然的啊 那駱駝姆V還可以進化成駱駝姆VSTAR HP來到了250點 招式廢鐵脈衝 兩個雷能量造成80點傷害 將自己的氣排區的任意數量的寶可夢道具 放置於放逐區 增加其章數乘以40點傷害 VSTAR力量是轉化猩猩 在自己的回合時可使用 將自己的任意數量的手牌丟棄 從排庫抽出與其章數相同數量的卡 哦 這樣感覺你可以搭配智慧星V的特性下定 以及上次新卡情報有介紹到的道具箱 把一堆寶可夢道具拿出來之後 再使用VSTAR力量轉化猩猩把他們全部都丟掉 這樣廢鐵賣抽就可以造成很高的傷害了耶 沒錯啊 既然這樣 不然下次用你的耿鬼VMAS 來和我的洛途5VSTAR對戰看看吧 到時候來看看到底是誰比較厲害啊 那有什麼問題放馬過來 那緊接著要介紹是第二組帥氣的 蒼翔V以及蒼翔VSTAR 蒼翔V HP220點的鋼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火屬性抵抗力是草屬性 撤退需要兩個無聖能量 第一招打穿一個鋼能量造成40點傷害 這個招式的傷害不計算弱點抵抗力 對手戰鬥寶可夢身上得附加效果 第二招巨獸斬二鋼一無造成100點傷害 若對手的戰鬥寶可夢為寶可夢VMAX 則增加160點傷害 哇 蒼翔咬著劍的樣子真的超帥的啦 好懷念跟他一起出戰極具團體戰的時光喔 那蒼翔V還可以進化成蒼翔VSTAR HP來到了270點 招式破壞刀鋒二鋼一無造成200點傷害 這個招式的傷害不計算弱點抵抗力 對手戰鬥寶可夢身上的附加效果 VSTAR力量劍之猩猩二鋼二無造成310點傷害 這次寶可夢也會收到30點傷害喔 哇 他的第一招也可以不計算對手戰鬥寶可夢身上的附加效果 這樣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牌組 就可以很有效去處理了 例如像是大奶怪或者是喜翠年美龍VSTAR 搭配講究腰帶也可以來到230點傷害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啦 而且他的VSTAR力量劍之猩猩其實也不容忽視耶 可以造成310點傷害 就算使用了雙重渦輪能量變成了290點 但是如果搭配講究腰帶的話也是可以來到320點耶 哇 這寶可夢VMES也該害怕了吧 欸 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收入在閃射明星V裡面的寶可夢道具 腐朽的劍 只有裝備在蒼翔V身上才會讓卡片效果生效喔 如果裝備在蒼翔VSTAR身上是不會生效的 這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最後一組當然就是 障馬燃特V和障馬燃特VSTAR啦 障馬燃特V HP220點的鋼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火屬性、抵抗力是草屬性 撤退需要2個無聖能量 特性王者之勢在自己的回合時可使用一次 若使用則自己的回合結束 將自己的手牌全部丟棄 從排庫抽出5張卡 招式復仇暴擊1-2-5造成120點傷害 增加對手已經獲得獎賞卡的張數乘以30點傷害 這張卡之前有收入在初階牌組100裡面耶 不過我覺得這張的卡圖好像更霸氣感十足耶 那這馬燃特V進化就變成葬禮 障馬燃特VSTAR HP來到270點 招式終極衝擊、二綱一無造成220點傷害 在下個自己的回合 這隻寶可夢無法使用招式 VSTAR力量、特性、盾之星星 在自己的回合時可使用 在下個對手的回合 自己的所有寶可夢 受到對手的寶可夢招式的傷害 減少100點 包含新上場的寶可夢 看來耐久性的牌組又多了一個選擇耶 讓自己的所有寶可夢 受到對手的寶可夢招式傷害減少100點 如果再搭配一些恢復HP的手段 我覺得蠻難纏的耶 感覺很麻煩 那這邊也要提醒各位宣家 像腐朽的盾 只有裝備在障馬燃特V身上才有效果 千萬別忘記啦 我覺得障馬燃特VSTAR的 VSTAR力量、盾之星星 我個人覺得應該可以在遊戲的週後期來做使用 等對手的資源差不多到用光的情況下 再來做使用 這樣對手的資源也差不多耗光了 會讓對手相當頭痛 之後肯定要來好好研究一下怎麼組了 唉唷 最鋒利的劍和最堅硬的盾 感覺我們改編可以來對戰看看耶 OK 那有什麼問題? 那以上就是VSTAR特別組合的發售新情報 我個人是相當期待在駱駝姆VSTAR的啦 沒錯 我們的VSTAR特別組合 即將在8月26日正式發售 想要體驗全新寶可夢VSTAR對戰的訓練家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小鈴鐺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後面的相片通知 我是駱駝家豪 拜拜